2000年1月24日 内华达沙漠中出现了一具孕妇遗体 该女性的子宫和身上诸多部位全都离奇消失不见 死状极其残忍 而让人感到气愤的是 由于真凶过于狡猾 警方与其周旋了整整15年 都未能将其绳之以法 直到15年后 这场沙漠惨案背后的真相才水落石出 一切罪恶的源头竟然是一场泯灭人伦的三角恋 2000年1月24日的清晨 在美国内华达州的沙漠里 两名煤炭检测员 正沿着内华达州 雷落东部的一片沙漠巡查 就在快走到沙漠边缘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场景 就在前方不远处的沙地上 露出了一具残缺不全的遗体 从遗体特征看 像是一名女性 但是已经高度腐烂 惊慌失措的二人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很快就到达现场 并对遗体及周围环境进行了勘察 勘察发现沙地四处散落着蛋壳 这具女性遗体身上也有着多处枪伤 她的黑色裤子被退到了脚踝处 衣服也被拉到了脖子上 更可怕的是 由于损毁严重 女孩的脸已经分辨不出相貌 右侧乳房和下腹的大部分肉也都不见了 法医进行尸检后发现 这名受害者生前曾有怀孕的迹象 这是一尸两命 但受害者子宫卵巢和大部分膀胱都消失不见 有被人为破坏过的痕迹 遗体除了这几处明显人为损坏的痕迹外 还有多处缺失 从伤口判断 这些应该都是沙漠里的灌撕咬所造成的 就在遗体周围的沙土上 警方还发现了一个灌的洞穴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些灌穴周围 警方还发现了不少 写着NWO和ZOG的游戏壁 由于这些游戏壁上的英文缩写 都是一些白人至上团体的缩写 因此警方初步怀疑 这是一起涉及种族的仇恨犯罪 对遗体及现场完成勘验后 当前最关键的 便是确定受害者的身份 只有这样 才可以查明这起案件背后的真相 可从遗体腐烂程度上看 这名女性在沙漠腐烂至少已经有几周 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了 于是警方首先想到了 从失踪人口入手 看看能不能从近几个月失踪人口名单里 找到匹配的对象 功夫不负有心人 警方很快便从失踪人口记录中 排查出了一位 与受害者非常相似的失踪对象 通过DNA比对 警方发现 沙漠中的受害者 正是两个月前失踪的爱丽丝星 在确定了受害者的身份后 警方随即对爱丽丝生前的经历进行了调查 可她社会背景和社交关系都比较简单 平常也没有和什么人结仇 唯一刑际可疑引起警方怀疑的人 就是她的男友 雷蒙德黄 警方调查发现 在爱丽丝最早失踪的时候 报警人就是她的男友雷蒙德 但是当时警方的案件记录显示 警方在处理爱丽丝失踪案件上门回访时 却发现雷蒙德竟然和别的女人在同居 女友刚刚失踪 男友就和别的女人同居在一起了 这桩案件会不会和这场三角列有关系呢 警方调查后发现 两人的感情生活果然不是那么简单 雷蒙德与爱丽丝的相识 还要从上大学的时候讲起 爱丽丝出生在中国 三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旧金山 爱丽丝从小就自信开朗 成绩也十分优异 在高中时顺利考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活泼的性格加上亮丽的外表 为她吸引到不少轻慕的目光 大一时爱丽丝与一名名叫汤姆的男同学 开始了一段校园恋情 他们一起学习 一起参加派对 在这个无约无虑的年纪 尽情享受着大学时光 然而在交往几个月后 汤姆带着爱丽丝参加了一场派对 在这场聚会上 她结识了雷蒙德 同为华人面孔 让二人倍感亲切 雷蒙德非常自信 尽管只有26岁 但她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了 爱丽丝对雷蒙德一见倾心 很快便离开了汤姆 和雷蒙德开始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恋爱 在二人热恋几个月后 爱丽丝发现自己怀孕了 年仅19岁的她 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是成为一个母亲 还是继续她的学业 思考再三后 她决定将自己的所有经历 都投入到母亲这个角色中去 于是爱丽丝毅然从大学退学 并搬入了雷蒙德的家中 开始了同居生活 怀胎十月后 儿子的出生 为爱丽丝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尽管只有19岁 但她尽心尽力地抚养孩子 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妈妈 随着儿子的成长 她开始有时间 做一些社区大学的兼职 并且希望能够重返校园 于是她白天带孩子 晚上上夜校 补上落下的功课 这样的时光 让她觉得最充实又欢乐 而雷蒙德 同样也在为这个小家庭努力 工作上 她非常聪明 也很能干 凭自己的能力购买了多套房产 1999年的夏天 就在他们的儿子 吉祥满周岁的时候 爱丽丝发现自己再次怀孕了 虽然爱丽丝的父母认为 过早地成为母亲 会影响她的人生规划 但爱丽丝 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开心 可终究是事实难料 1999年11月22日 这个看起来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突然崩塌了 这一天雷蒙德火急火燎的来到当地警察局报案 她声称爱丽丝1月21日上午10点半左右 离开家去参加社区大学的课程 但直到今天 她依旧没有回家 电话也联系不上 可能是失踪了 警方很快就跟进了这起失踪案 他们询问爱丽丝的父母和朋友 但他们都表示前一天并没有见过爱丽丝 爱丽丝失踪的第三天 便是她的儿子一周岁的生日 以家人朋友对爱丽丝的了解 她不会错过自己儿子的生日 除非是有什么意外 眼看着爱丽丝儿子的生日逼近 还迟迟不见爱丽丝的身影 所有人都处在坠坠不安之中 终于 在11月24日这天 警方收到了第一个关于爱丽丝下落的线索 爱丽丝住所附近购物中心的蛋糕店店员 打了电话说 爱丽丝在11月21日 也就是她失踪当天 去过蛋糕店 为她儿子订做过生日蛋糕 警方立即赶到购物中心 发现爱丽丝的车还在停车场里 那爱丽丝是不是在停车场遇到了袭击 然后被人绑架了呢 随后警方询问了购物中心的负责人 并观看了购物中心的监控视频 然后又对爱丽丝的车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可是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但警方不能解释爱丽丝 究竟是为何凭空失踪了 于是依旧怀疑爱丽丝是被绑架了 那么最后见过爱丽丝的人 便是她的男友雷蒙德 警方随即前往了雷蒙德家中 试图了解更多关于爱丽丝失踪前的信息 然而 就当警方按下雷蒙德家的门铃后 开门的并不是爱丽丝 而是另一名华裔女性 这让警方百思不得其解 爱丽丝失踪才三天 雷蒙德家里就又多出了一个女人 于是双方静默坐定 警方就开始了询问 出人意料的是 这场简单的问询 却引出了更多的问题 警方发问这名亚裔女性的身份 雷蒙德倒也很坦率 他回答说 这是他的另一个女朋友 原来 开门的女性 名叫杰西卡唐 最近也刚生下雷蒙德的女儿 他们三人 其实一直保持着三角链关系 但雷蒙德也表示 三角链和爱丽丝的失踪并没有关联 她的两个女朋友 彼此也都认识和了解对方 他们都很爱雷蒙德 平时的相处也很融洽 这次杰西卡过来 不仅是为了支持她 也是帮忙照顾爱丽丝一岁的孩子 接着警方又询问了爱丽丝 失踪当天雷蒙德的行踪 雷蒙德说 这一天 她一直都和杰西卡待在一起 为了确认她的这一说法 警方提出 是否可以和杰西卡进行单独对话 不过雷蒙德的回答 让警方有点措手不及 她提出 杰西卡有社交障碍 警方只能在自己在场的情况下 和杰西卡进行交谈 所以接下来 杰西卡与警方的谈话中 给出的回答 与雷蒙德的基本一致 警方也知道 他们在雷蒙德这里 已经得不到更多的信息了 于是随后警方 又联系到了爱丽丝的朋友 试图了解爱丽丝 与杰西卡之间更真实的关系 其中一个朋友告诉警方 爱丽丝曾经收到过杰西卡的威胁邮件 警方在这个提示下 查看了爱丽丝的电子邮箱 在这里 警方找到了答案 杰西卡和爱丽丝的关系 并不像雷蒙德说的那么友好 他们来往的邮件中 充满了敌意和仇恨 会抓住一切机会辱骂对方 并表示 自己才是雷蒙德最爱的女人 由于爱丽丝与雷蒙德住在一起 并再次怀上了孩子 看起来占了上风 爱丽丝还向杰西卡发送邮件炫耀了一番 警方有此推测 杰西卡可能是因为嫉妒而丧失了理智 从而绑架了爱丽丝 除此之外 警方还在邮件中发现了 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爱丽丝申请了一份 价值20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 并指定雷蒙德为她的受益人 由此看来 爱丽丝的失踪并非那么简单 雷蒙德可能在刻意隐瞒着什么 对于爱丽丝的失踪 她应该知道的更多 于是警方向雷蒙德带回警局协助调查 并对她进行了测谎检测 果然 她并没有通过测试 显然雷蒙德在问询的一些问题上撒了谎 但这一切并不足以起诉她 警方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警方密切关注着雷蒙德的一举一动 另一边 爱丽丝的家人们仍然没有放弃寻找 每天都在城市里张贴传单 联系媒体进行寻找 直到两个月后 这两名矿工的发现 才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希望 这起失踪案也正式被转为谋杀案 现如今的警方掌握了雷蒙德和爱丽丝 私下混乱的感情生活后 不管从动机还是从作案手法来说 都将双手指向了两个人 那就是雷蒙德和他的另一个女友杰西卡 然而当警方试图联系他们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这两人失踪了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他们已经飞往了加拿大 于是只好先申请了雷蒙德家的搜查令 对雷蒙德的住所进行勘察 警方进入雷蒙德家后发现 他的家就像一个小型的武器库 有着各种各样的枪支 另外 警方还找到了爱丽丝的私人物品 只不过都被塞进了一个垃圾袋中 取而代之的都是杰西卡的生活用品 这就好像杰西卡代替了爱丽丝的生活 这一切的发现让警方更加肯定 这起谋杀案与雷蒙德二人脱不了干系 但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 让警方产生了更大的疑惑 就近山湾区的新闻媒体收到了一封 自称亚利安骑士团的电子邮件 亚利安骑士团是一个种族主义集中的组织 他们声称对爱丽丝的谋杀负责 之所以要杀她是因为种族仇恨 新闻媒体收到这封信后 立即交给了警方 随着这个邮件的出现 这件案子变得越来越神秘 难道之前的怀疑真的出错了吗 真的只是简单的种族仇杀吗 警方也开始变得有一些动鸟 然而就在一筹莫展之时 警方的一位计算机专家发现 虽然这封邮件显示的服务器在英国 但是邮件发送的IP地址 是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的一间网吧里 警方随即对网吧发送邮件当天的顾客信息进行排查 调查后 警方竟然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当时雷蒙德正好在这家网吧中 于是警方联系了加拿大的执法部门 让他们派人与网吧老板取得联系 经过证实 雷蒙德当时的确出现在了网吧 但是这些仍然无法指证 雷蒙德就是杀害爱丽丝的凶手 于是警方又对他家进行了第二次搜查 这一次 警方带走了他的电脑 在电脑里 警方找到了他与杰西卡的电子邮件 杰西卡表示 他对雷蒙德与爱丽丝的继续交往非常不满 并表示要结束他们的关系 而雷蒙德则回应杰西卡说 再等一等 我们很快就能在一起 他还告诉杰西卡 希望杰西卡能够抚养他与爱丽丝的儿子 并表示他希望儿子能叫杰西卡妈妈 而不是那个贫民窟的贱妇 在另一封邮件里 雷蒙德告诉杰西卡 如果有机会 他早就杀掉爱丽丝了 但唯一挡在路上的就是杰西卡 雷蒙德表示 杰西卡越骚扰爱丽丝 他就越难做 如果牵连到杰西卡 他就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要有信心和耐心 除了这些 警方还在他的电脑里 找到了多部非法小视频 警方通过这些怀疑 雷蒙德是有计划 并且预谋多时 想要谋害爱丽丝性命 于是警方便对身在加拿大的雷蒙德 进行了严密的监控 2000年2月16日 雷蒙德与杰西卡 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结婚 随后他们返回了加州 警方掌握雷蒙德的动向后 迅速出警逮捕了他 但是警方并没有直接的误诊 能够将雷蒙德与杰西卡 绳之以法 而且雷蒙德对电脑中的邮件解释说 这只是为了起到安抚杰西卡的作用 因为杰西卡曾经威胁过自己 如果他与爱丽丝不分开 那么一切后果自负 雷蒙德不想杰西卡 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所以才发送了那些邮件 稳住杰西卡 迫于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支持 无奈之下 2002年 警方已拥有非法色情制品罪 指控了雷蒙德 雷蒙德对此也没有什么疑议 最终只被判了两年多 在此期间 爱丽丝的父母 获得了爱丽丝儿子的抚养权 从雷蒙德身边 把爱丽丝的儿子接走了 2005年 雷蒙德出狱 两年的牢狱生活 对他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他也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正常生活 直到2009年 雷蒙德因为没有登记为犯罪前科 而再次被捕 要知道美国的法律规定 有关于色情犯罪前科的人 每年都必须进行登记 显然雷蒙德忘记了这件事情 但随后 他轻松地交上了10万美元的保释金之后 就出来了 几个小时之后 他便登上了前往中国的飞机 在中国 他隐姓埋名 不管是美国执法部门 还是中国当局 都没有查到雷蒙德的下落 而杰西卡也被雷蒙德抛弃 开始了他新的生活 但对于爱丽丝的惨案 凶手却一直没有落网 这也让侦办爱丽丝案件的警方耿耿于怀 明明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雷蒙德与杰西卡 可偏偏 他们都能侥幸逃脱 那如果凶手不是他们 还能是谁呢 爱丽丝案件 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凶手 也因此被搁置了整整10年 可就在警方以为 爱丽丝案件将成为一件无法侦破的案件之时 转机出现了 2011年12月19日 这一天 负责爱丽丝案件的警方 突然接到了国土安全局的电话 他们拘留了试图利用假护照入境的雷蒙德 他这次回到美国 是为了探望生病的父亲 在爱丽丝遇害的11年后 警方终于再一次抓住了他 但这次警方知道 如果找不到有利的证据破案 那么爱丽丝的案件 或许真的要成为悬案了 于是警方迅速采取行动 很快便找到了杰西卡 并对他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询问 当他知道雷蒙德已经回到美国时 表现得非常害怕 警方也发现 杰西卡似乎对雷蒙德非常恐惧 抓住了这个突破口 在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下 杰西卡最终将案发过程全盘拖出 原来 在1999年的那个秋天 雷蒙德说服两个女友一起上了车 并驶往内华达州的沙漠中央 在开车的过程中 杰西卡坐在后排 而雷蒙德与爱丽丝则一直坐在前排 因为杰西卡的事情在争吵 到达沙漠后 雷蒙德让杰西卡留在了车里 他和爱丽丝一起下了车 之后 杰西卡便听到了枪声 随后透过车窗 他看到爱丽丝倒了下去 之后雷蒙德又强迫杰西卡下了车 将枪放在他的手里 并且威胁 杰西卡也得开枪 不然他会把他也杀了 于是害怕的杰西卡 拿过枪 对着爱丽丝也开了一枪 然后就跑回了车里 而雷蒙德 则尽情地将其变态幻想 付诸于行动 随后 雷蒙德将事先准备好的游戏壁 抛洒在现场 以此来迷惑警方的侦查方向 事后 雷蒙德还威胁杰西卡 胆干把这些告诉警察 他就要了杰西卡的命 而且杰西卡还告诉警方 雷蒙德早就与爱丽丝冒合审理 因为他们三个人的情感纠葛 雷蒙德夹在两个女人之间 早都厌烦至极 再加上爱丽丝每天对雷蒙德咄咄相逼 所以他一直想找机会除掉爱丽丝 有了杰西卡的这些有力证言 警方立即以谋杀罪起诉雷蒙德 爱丽丝被害的15年后 2015年5月27日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最终雷蒙德因谋杀罪名成立 被法院判处50年监禁 而杰西卡作为污点证人 并且考虑到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最终以谋杀罪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缓期执行 2018年 雷蒙德在狱中提出了上诉 但法院驳回了他的请求 目前他仍被关押在加州监狱里 尽管最终雷蒙德被神之以法 但爱丽丝和肚中孩子的生命 却无法挽回 他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孩子和亲人 这是多么大的遗憾 不管男女 处在感情当中 或许往往都是不理智的 在很多旁观者眼中荒谬的关系 当局者却浑然不知 为了一个像雷蒙德这样的衣冠禽兽 两个女人一个丧命 一个陪上了自己的青春 这看似戏剧性的案件背后 实则掩埋着人性最丑陋的一面 关于这桩案件 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讨论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 感谢收看本期《消息宣谈》 听离奇案件 平摆为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频道